歡迎收看三六零更全方位的好天氣 大家好 我是孟哥 今天外頭的天氣真的很像來到冬天一樣 吹起風來真的冷嗖嗖的 風數也挺大的 提醒大家戶外活動務必要特別注意保暖 因為在今天晚上到禮拜五清晨 還有一波降溫 因為持續收到這一波冷空氣 會是最強的時間點 提醒大家戶外活動一定要特別留意囉 目前看來在禮拜五的天氣形態 北部和東半部來講的話 跟今天的天氣差不多 一整天都是又濕又冷 而且容易下雨的天氣 特別要留意的是在中午過後 就會收到華南運雨區接近台灣之後 下雨的情況到了禮拜五的晚上 會越晚越明顯 而且都會明顯擴大到整個中部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就會陸續開始有一些短暫性的陣雨 特別雨是最明顯的一段時間 會落在這個週末 也是全台灣各地下雨的紀錄雨 都會明顯的增高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在週末真的有規劃一些戶外活動 務必要特別準備一下 雨天備案或者預算會比較好一些了 而其實在今天 因為受到大陸性高壓 持續帶來比較明顯的冷空氣 南下之後 全台灣各地相信 連包含在南台灣都非常有感覺 預期接下來這樣的冷空氣 至少持續到禮拜五禮拜六 還是相當有感覺的 真的要稍微溫暖一點點 可能要等到禮拜天 甚至到了下個禮拜一禮拜二之後 才有機會會稍微回暖 但是要留意的是 到了禮拜五的晚上開始 之後會受到華南運雨區 不斷的往東通過台灣之後 有機會全台灣各地 雲量都會明顯的變多 我們放大圖來看哪些地方會下雨 可以看到禮拜五 其實在白天之前 一樣是在桃園、以北還有宜蘭 但是到了禮拜五的晚上開始 受到華南運雨區不斷的東移 雖然說過去的預報 有持續的往北修正的關係 但是目前看來至少在這個週末 全台灣各地 尤其在中部、以北 還有在宜蘭、花蓮 下雨的機率都是偏高的 所以提醒你戶外活動 一定要特別留意了 目前看來天氣真的要好轉 可能就要等到下個禮拜一 禮拜二才有機會了 所以在未來幾天有提醒大家 下雨的部分務必要特別留意了 尤其在禮拜五的下半天開始 持續刷華南運雨區不斷的東移之後 除了在南台灣下雨的機率比較低之外 屬於多運的天氣型態為主 但是在中部、以北 還有在宜蘭、花蓮 都是容易下期短暫性的陣雨 提醒大家尤其在北海岸 或在宜蘭各地 務必要特別留意了 容易有些局部較大的雨勢 而且持續時間到禮拜天才會趨緩下來 所以提醒大家戶外活動 務必要特別留意了 另外再前往山區的話 可能在禮拜五的時候 也要稍微留意比較高山的地方 會有些降雪的機會 但是整體的範圍其實並不太多 提醒您可能要稍加的留意 目前看來下雨的情況 持續到了下個禮拜一之後 有機會渴望會稍微的好轉 甚至雨勢就會明顯的軻緩下來 所以建議大家目前看來 可以好好的期待下個禮拜一 禮拜五之後晴朗穩定的好天氣了 目前可能真的要等到下個禮拜五之後 才有新的一波東北風要南下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但是提醒您這一波的冷空氣還沒有結束 尤其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目前看在北台灣的低溫 其實在今天淡水低溫就出現了15.2度 但是預期在今天也是同樣的低溫 有機會在大台北會來到16到17度左右的低溫 包含宜蘭 不過越往南走就稍微溫暖 但是其實溫度還是有機會來到18到20度 在南台灣也是非常有感覺的 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到禮拜五清晨外出活動 務必要特別準備一下比較保暖的衣服了 但是目前看來到了明天 包含一整天其實依舊都會是 濕濕冷冷的天氣當中度過 特別提醒您在禮拜五的晚上開始雨試 全台灣各地會越來越明顯 提醒大家務必要稍微留意了 以上今天的鐵空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下次再見囉